昨晚跟一個在加拿大一個很有名的大學已經退休的教授 打電話問候他,談了一段時間 他講到現在中國人很多移民去了他城市 他問現在Halifax有很多移民嗎? 他說有很多,我認識了不少 這位教授也說中國人在過去百多年活得很慘 要這樣到處走來走去 我前個星期多些 他也說過在美國19世紀的時候 對中國人是很不友善的 是很歧視的 我也說過有一個家庭 Joseph Tape和他的太太Mary 他們那時候結婚之後 就生了幾個子女 在三藩市那裏 到了子女有五常下 當然想送他們入學校 Mary當她送她的子女入學校的時候 就發現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的學校 就說明 校長不讓她的子女入學 為什麼呢? 他說我們這間學校 雖然是公立的學校 只是收白人 我們不會收中國人 那時候 Tate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意 那時候 打官司 一路不打一打 一路就打打打打打打打到 打到 Supreme Court那裏 那 Supreme Court就說不行 是一定你會收中國人的 Mary以為很開心 可以是 給子女讀書 進去學校 那你也知道 中國人很注重教育 誰知道 他那個San Francisco 那個School Board都說 不行 你最高法院怎麼說 那 他怎麼說他的事 我可以讓你這兒子讀書 但是不可以進這間學校 我特意為你 建立一間學校 只是給中國人的 那就是 Segregation 那時候 美國採用了 Segregation 好像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那時候 一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華人都很被受歧視 那 到了就算是 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那都是很歧視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1906年 那時候三藩市大地震 那地震呢 就不是 就是很多屋 就是塌了 還有呢 一塌屋 很多是火灼的 那其中有一座的樓宇 就是 那時候 在西岸所有的移民 中國人當然有很多 那些的檔案 那些的files 那些呢 那屋 就因為地震的緣故 就毀滅了 火灼 就什麼都燒光了 你要知道 那時候 是沒有電腦的 1906年 什麼都是靠張紙 靠個file 全部的紀錄是指的 一把火就燒清 那麼 在那裡呢 那時候的華人呢 所以他們出入境的紀錄 就沒有了 那 就是 那時候 那些在那裡的人呢 就算是 合法進來的 非法進來的 有很多呢 就去到三藩市 就回到中國 又回到三藩市 又回到中國 很多次的 有很多呢 就 因為那些出入境紀錄 就全部沒有了 那 他們呢 就想到一個方法 那 要 喂 證明你們是 這裏 合法移民 要宣誓 又要再說過 那他就 很多呢 就 你說 發假誓也好 你說什麼都好 他就說 是啊 我是幾年幾月幾日來的 那時候呢 我是合法的 那裏當然是這麼說 還有 他說 我回到中國大陸 很多次的 我回到去的時候 就 結婚 有 有幾個子女的 那 他這樣宣誓就說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他一這樣說 他說 喂 我有 三個子 有幾個子女的 他就 創立了幾個 叫做 slot 那 就是什麼呢 那 他就說 我有三個子女 有一個老婆 三個子女 那是不是 他說 因為那些 文件就沒有了 消光了 那他就會把那三個 slot 就賣出去 叫那些中間人 你可以帶三個小孩來 帶了一個 是不是老婆 不知道 總之有一個女人 還有三個小孩 就把這些額 賣出去 那時候很多人 就是這樣做的 好了 但是要對口供的 所以 他們就要 跟那邊的人 聯絡 在那裡 在哪一條鄉 在那裡 怎樣養老公 那些子女 在這裏 整一個故事 有一句 phrase 就叫做 paper son 真是 紫上的子女 那些人 改名 就申請他們過來 所以 這叫做 paper son 是否那些子女 沒有人知道 總之是有些選擇 但美國人也不是蠢 當他們那些所謂的老婆、子女 當然是扣留你一會兒 問你很多很多的問題 證明這個真的是你老爸 如果你說去紐約那些 歐洲人通常在紐約 是被人進入 但在San Francisco那裡又如何呢 亦都有一個島 叫Angels Island 那裏就是 你說是detention center 困住那些新來的老婆、子女 就問 不是說一兩天就問完 有時候扣留了你 就整年有多 實在就不准人進入 雖然是宣誓 大家都知道這個遊戲是怎樣玩的 也很慘 一九零幾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有很多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那時候的中國人 是想走去美國呢 如果你想一下 一九零幾年 一九一幾年 那時候 那時候滿清政府的腐敗 打仗 真的很嚴重 每個人都想走 每個人都想走 所以 很多 就在這些時候想走 其他那些 所以 就算是 現在也好 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 老爸、阿公、阿爺那一代 是所謂的Paper Sun 是這樣買個額回來的 尤其是在San Francisco那邊 到了就算是一九四幾年 日軍偷襲珍珠港 美國那時候 就要跟中國做盟友 打日本 好了 你盟友 就不可以說是 禁止那些中國人 好了 讓你來 這樣就 repeal了 但這個也是形式上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個quota 一年 給一百零五個 中國人 可以 入美國 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你一百零五個是中國人 那時候中國人很多地方都有 馬來西亞 那時候是馬來亞 印尼 很多的華僑 都是計算在一百零五個額 實在是 少得很可憐 差不多沒有 到什麼時候才好一點呢 要搞到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真的很多的網友都出世了 是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美國的很多的民主運動 這些事情 才可以說是平權的 那 但是 你也知道 那 我為什麼說這些呢 就是因為 雖然 那個環境是這麼差 很多的華人 就算是這麼差 他都寧願是去美國 或者美洲 連加拿大 還有 那個環境 到了一九六幾年之後 是 慢慢 我告訴你 是慢慢 是有改善 那麼 到 到 到 二零零幾年 開始 那麼 那個環境 就好轉了很多 那麼 你也看到 有不少的 華裔的人 是 可以進入 名牌大學 實在是很多 還有 那 真的不要這麼多中國人 進哈佛 那 也是打過官司 不過 這件事 我第二個片段說 那 就是 美國的國會 也有不少的 慢慢 有華裔的男和女士 是可以做到 國會的議員 那 可以想到 第一個 是華盛頓州的州長 就叫做 Gary Locke 我沒有記錯 叫做 洛家輝 那 最後 是 2011年 那時候 我沒有記錯 就是 奧巴馬 那時候 委任他 去 中國大陸 做 大使 那 他 就是 派了 一個 是 華裔的 後任 現在 就 律師 也都是 做過州長 也都是 做過議員 那樣 就派了 中國做大使 那 如果 詳細的情形 你們 Google一下 中國大陸 就很討厭他的 真是要把他踢走 真是很討厭他的 因為 他 他不是做得不好 他實在是做得很好 但是中國大陸 那時候 真是 很多事情 是罵他 那我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 是不是有歧視 有 當然有 現在是否好了 不是 一 一樣 還有 為甚麼 我特意找 Gary Locke 來講 就是 2020年 的時候 他回來 美國 做一個 大學校長 無論如何 他是民主黨 的州長 也在美國政壇 十分活躍 但是 2020年 那時候 特朗普選舉的時候 就 Garry Locke 就跟 拜登 那時候 一起競選 幫 拜登 競選 就拍了一張照 跟拜登拍照 那 特朗普 那時候 就用了那張照 就說 你看 一下 拜登 跟 共產黨員 一起握手拍照 拍了肩膀 拜登 跟那些 共產黨 很老友 說 Gary Locke 是中國 共產黨的 黨員 那 特朗普 那時候 是這樣說的 因為 因為 有個 華人的樣子 那時候 特朗普 就是這樣罵他 那 是不是 現在 很浪費 當然 不是 還有很多 很多進步的空間 所以 我們 都是可以 一直追求 這個進步 但無論如何都好 在一百多年 從一九幾年 到一九四幾年 一直 這個 進展來說 都可以說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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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進步的 是不是 進步很多呢 我 希望 進步得快 好些 但 無論如何都好 都好過 退步 好過 打退堂股 越來越壞 我們都希望 不要越來越壞 也都是 有這個 盼望 是 一日 比一日 好 一年 比一年 是更加 progressive 今天呢 就講到 這麼多